但是说到了 刚刚因为我们在讨论到 这个中东情势的时候 有讲到沙特对不对 赖老师我们要问一下 这个沙特有一位前情报官员 叫贾布里 他说沙特的王储 穆罕默德沙尔曼 未造父王的签名颁布命令 又开启了沙特跟夜门叛军 胡塞武装战争 这两仗打了多年 却依然僵持不下 他讲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这是一种什么谍报战吗 而且事实上他谈的这个 沙特是不是真的不稳了 那之前有说我可能会被暗杀 这个到底是不是在讲真的呢 怎么评估他的这一段话 沙特的政局内部里面 有很多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我们不是说每一次 有一个国家乱的 就会跟美国扯上关系 不是这意思 而确实是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因为这段时间真正掌权的 就是沙特的王储 他掌实权 而且他本身也愿意跟实业派的 的伊朗和解 这个坦白说美国人是很不谅解 也很不开心的 然后在这一次的以哈的冲突中 中国大陆也成功的斡旋 他们跟这个燕门的胡塞组织也停火了 所以燕门他原本是支持燕门政府 那燕门的胡塞组织是在北边 燕门的政府的临时首都是在南边 那燕门在南边 胡塞的燕门的胡塞在北边 再往北那就是这个沙特了 所以过去是沙特跟燕门之间有交火 那是因为沙特跟燕门的胡塞组织交火 是因为胡塞组织是跟实业派有关 所以他的这个指控基本上来讲 如果在没有他们的王储的 没有国王的同意下 王储也不会做这个事情 何况王储做这个事 也是符合他们逊尼派的利益 也符合他们逊尼派的态度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它挑起来 讲说好像说当初这个沙特 跟这个燕门胡塞组织的矛盾跟冲突 好像是跟这个王储有关 内部里面事实上有一种声音 就是要想把这个王储推翻的这种声音 而想把王储推翻的 事实上是美国跟CIA比较有关的 的这些 也就是说美国比较想把这个王储推翻 因为拜登本来就很不喜欢这个王储 但他故意把它讲成说是沙特 是的 就是故意把它讲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沙特内部里面 如果按照这种态度来分析的话 相当有可能有一种风暴 是在暗黑中在推动在进行 所以王储才会说 如果有一天我被暗杀 你也不要太惊讶 那这个其实已经在预作警告了 就是说很有可能 然后他说有可能是以色列 然后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不讲的名字 那有可能大家都知道 也搞说不定也就是美国 那也就是说有人想把它推翻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 他直接等于是公开的一个现实 那就是代表沙特的内部事实上 是有那种风暴在里面在形成 好那但是呢 现在俄乌战争的部分 我们倒是也看到说 不知道这打成什么样的情况 我先请教一下亮哥 你看现在乌军在库斯克 一座两座不够 还要摧毁第三座桥梁 那他这样子的摧毁呢 泽伦斯基说俄罗斯红线是已经崩溃了 真的是这样吗 而如今呢你看 莫斯科说俄军已经占领乌东 一个大型聚落 而且还在持续的挺进啊 所以你看这个俄军看起来 他们自己也很有掌获不是吗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 现在这样的一个交战 到底是打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请教亮哥 乌克兰炸桥啊 那附近的桥有45座啊 他可能打到美国大选结束还没炸完 那事实上炸桥这种动作 表示他已经被包围嘛 所以不要让俄军靠近 你炸桥的同时也是阻止你自己攻向对方啊 那你是突袭的行动 照理讲你应该要想方设法占领更多领土才对啊 那你怎么炸桥呢 炸桥就表示我没有要占领更多 就是你要固守嘛 要阻止对方前进嘛 那你同时也阻止了自己前进啊 那另外就是1250平方公里 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州面积是3万平方公里啊 所以他占的比例才多少 俄罗斯是1710万平方公里 是啊 所以我跟你讲啊 我认为他是陷入一个困局了 困局 照理讲他应该要打得更多啦 可是因为他的后勤来不及嘛 兵力增援火炮增援都有问题 那俄罗斯就不断的炸 苏甲跟苏煤中间那一段 那就是后勤补给段 那我认为他已经面临了补给上的困难 那俄罗斯就是兵强马壮啊 所以现在因为 因为俄罗斯本来在盾内之客 他就只占领了53% 所以他现在就打出去了 那我认为他很可能会打下红军村 红军村是战略转列点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可能这个乌克兰 我认为他可能是两个战线都输啦 那这个盾内之客 我觉得俄罗斯这一下扩张 可能会扩张到70%以上 那就很麻烦了 是啊 所以情势反而是对于乌克兰 就越来越不利 越来越不利 还有一块地方 我觉得也要留意啦 就是在哈尔科夫的北部 哈尔科夫的北部在乌克兰的境内 其实俄国也已经打下 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他已经慢慢的要对于 哈尔科夫形成包围圈 也就是俄罗斯记得上一次的教训 就是打进去哈尔科夫太快 结果守不住 那么被乌军夺回来 那他这一次是采用这个包围的方法 所以他是把旁边周边的 这些慢慢的打下来 那等到他围到最后的时候 切断他跟基辅的连结线的时候 那哈尔科夫是一个大城市 他就很难守住了 所以我觉得俄军的打法 已经比以前他更谨慎 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冒险 但是不代表说乌克兰占领了 这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就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吹可以这样吹啦 但是我觉得过度的乐观的估计啊 倒是不必了 好 不过这个包括俄乌战争 还有中东的局势 想必都会对于在这次美国的大选 结果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你只要情势一有变化 可能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要么影响到民主党比较多 或者要么就是共和党 今天看到民主党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那当然啦 这个大家就在关注的反而是 场外有好多人来抗议 还有都是为了什么中东的这个冲突 来蔡委员 民主党大会外面有这么多人来抗议 又证实一件事情 他们在以哈战争中的立场 在美国尤其是在芝加哥 很多人不买单 而且来的大部分有不少的都是大学生 现在暑假期间 他们趁机就冲到这个芝加哥里面 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抗议 那这也表示说民主党的选情 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看起来气势有上来 可是如果有战争的阴影缠着他 一个以哈战争已经够巧了 如果俄乌战争 乌克兰在战败的话 就等于美国所投下去的资金 跟武器利息已经全部都付诸东流水 打水漂 所以哲伦斯基在库斯克开批一个战场 他知道红军村守不住 现在开批一个战场 至少可以多拖一点时间 就俄罗斯来讲他不急 因为红军村的战场的乌冬战场 有十几万的乌克兰军队 当然要先击溃这十几万 你就管那一万的库斯克的军队干什么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